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妮是陈百强十几年的好朋友,而刘师傅是翁静金的丈夫刘家良。翁静金和陈百强相识于威时,一起合作了《贺彩》、《豆牙梦》等影视剧。 陈百强还为翁静金写过一首歌《涟漪》,生活静静似是湖水,全为你泛起生气,全为你泛起了涟漪。 然而造化弄人,陈百强后来事业滑坡,育育而终,翁静金嫁给了比自己大三十岁的刘家良,有了两个女儿。 翁静金的故事远比八卦新闻更精彩。 翁静金出生在越南,父亲翁叶初是越南富商,母亲赵小玉是江湖人物。 翁静金才十一个月大的时候,父母就离婚了,随后翁静金跟随母亲来到了香港,母亲赵小玉后来嫁给了澳门富商刘衍权。 随着母亲东奔西跑,自然给她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。 16岁时,貌美的翁静金进入娱乐圈,繁华的社会生活吸引着她的眼球,每往前走一步,都有一个陷阱在等着她,第一个,当然是爱情。 翁静金参演的第一部电影《年轻人》上映之后,反响不错,于是又相继和陈柏强、张国荣合作了贺彩。 据男静女在一起拍戏,若是不传出点绯闻啥的,似乎对不起剧组提供的平台。 据说在拍摄《突破》这部电视剧时,坊间一度传闻,翁静金和陈柏强互生好感,传闻说得神乎其神。 说是俩人都非常喜欢日本影星《三浦有何》和《三口百慧》,因此陈柏强称翁静金为翁白慧,翁静金称陈柏强为陈有何。 然而,随着陈柏强和朵千金何超雄的恋情,甚嚣沉上之后,陈柏强自尽的那一幕被媒体公开。 翁静金和陈柏强的那段绯闻也水落石出了。 因为何超雄和陈柏强也是通过《突破》这部剧相识的,所以当时的陈柏强是不可能一心二用的。 那么翁静金后来为何会嫁给刘家梁呢? 这就不得不提到中介人张国荣了。 据翁静金在接受一则采访时回忆,当时俩人参演杨过于小龙女时,因为都是入行不久的新人,被吊威亚的师傅刁难,俩人吃了不少苦头。 张国荣于世就想到了拜码头,任刘家梁做干爹。 彼时的刘家梁在港狱圈内的身份地位是响当当的存在,不仅是导演武术指导,而且人脉资源也非常深厚。 有了这样一位干爹罩着,别人自然不敢再欺负张国荣了。 在张国荣的建议下,翁静金也拜刘家梁做了干爹,翁静金本人的这段回忆与坦诚,让江湖中的另外一种说法不攻自破。 原来,网络上有另外一种传闻,说翁静金在14岁那年,在一家酒店门口偶遇刘家梁,然而一见钟情。 然而,相信这种说法的人少之又少,毕竟刘家梁比他大30岁,怎么可能一见钟情呢? 彼时的张国荣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,后来的发展竟然让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之地。 刘家梁虽然比翁静金年长30岁,但是人老心不老的刘家梁原本就是一个喜欢棉花素柳之人,关于他的风流运势并不少。 而翁静金急于在娱乐圈里站稳脚跟,因此各有所需的两个人,年龄差在他们之间也就不是问题了。 一拍即合的两人,很快就走在了一起,刘家梁也因为翁静金的小三上位,用一纸修书,让糟糠老妻下了岗。 翁静金横刀夺爱,大获全胜,20岁就成为刘氏儿女的年轻后妈,而张国荣再见到他时,也得逼宫逼近地称呼一声干妈。 背叛糟糠老妻的男人,结局有多惨,看看刘家梁就知道了,苍天有眼。 刘家梁的事业后来遭遇危机,翁静金也不再依附于他,转行卖起了保险,那一年他才22岁。 彼时的刘家梁将自己的人脉资源推荐给翁静金,因此翁静金虽然年龄小,但是业绩却是同行当中的佼佼者, 很快就做到了全港前十的金牌业务员,后来还自立门户,创建了保险经纪公司。 10年后,32岁的翁静金又盯上了一个新的领域,那就是蛇战群儒的律师行业。 凭借超强的记忆力及学习能力,翁静金拿到了法律系硕士学位,并且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获得了实习的机会。 女人都有牧强心理,每天面对着才华横溢的老板林敬业,在对比一下家里那个新疆朽木的脏老头子。 两相对比之下,没过多久,翁静金就为自己的出轨绯闻惹来一桩人命官司。 翁静金和刘家良先是闹起了分居,独自搬到外面居住,这引起了刘家良的怀疑。 彼时外接传言,翁静金和他的老板林敬业之间有不清不楚的暧昧关系。 于是,刘家良就找上门去,在翁静金租住的公寓内四处查找,试图抓住妻子出轨的罪证。 当时找到一间卧室的时候,房门紧闭,屋内传出脚步慌乱的声音。 三分钟之后,室内传出一阵重物落地之声。 附近的居民闻声围观,发现了从高楼坠下的林敬业,或许他是想跳窗而出, 没想到跳跃功夫不及成龙大哥,因此为了这个全天下男人都可能犯的错误, 付出了人在花下死的昂贵代价。 这件事在香港掀起满城风雨。 法庭上翁静金声称,自己当天回别墅是为了拿几本律师书,并非与林敬业优惠。 最后,警方经过调查,证明林敬业是自己坠楼,身上没有攻击性伤痕。 刘家良没有动手,自然不必负任何法律责任。 此前,曾和翁静金合作贺彩的三个男主角都年纪轻轻就去世,再加上这件事,所以翁静金也被冠上了客夫的名号。 钟保罗和翁静金合作过电影贺彩,因债务缠身,于1989年跳楼死亡。 直白强和翁静金合作过电影贺彩,电视剧突破,离起昏迷17个月后,于1993年去世。 张国荣和翁静金合作过贺彩,养过于小龙女第一次,因为抑郁症,2003年跳楼身亡。 不过,这也只是奇奇怪怪的理论罢了。 别看翁静金身上有这么多的绯闻,但他啥都做得好,演员,保险,律师都玩得赚,甚至还有正义的话深称好。 2013年,翁静金换上假装线功能衰退,决定退休,但幸福的他,在定惠寺筹款期间,发现数以百万计善款被挪用。 另外,定惠寺女住持市智定被揭发在出家后,涉与两名大陆和尚假结婚,令两人取得香港身份证,还曾挪用公款买名牌化妆品和内衣。 翁静金决定解决这件事,最终法庭颁下金盘令,翁静金在Facebook宣布,赢左了,不到一个小时就有余千人点赞。 翁静金再留言,法庭颁令的一刻,我的眼泪掉下来,定惠寺的金盘只是经历佛门的第一步,往后要面对的老虎会更凶猛,我拥有的唯独是你们的支持。 除了公益,我什么都不追求,愿我以余生贡献佛法。 而翁静金自己没事就到街上打假,揭发假和尚,后来他还帮助吴启利开记者会,澄清吴启利经济情况,现场声讨成龙。 说成龙一毛钱都没给这对母女,盼外界能给吴启利母女一点尊严,还为之前提过的名模白骨案上诉。 2013年,抗癌多年的刘家良离开了人世,2015年1月,港媒拍到何游彪和翁静金在香港中环逛街,疑似恋情曝光。 何游彪还陪翁静金去批发市场买衣服,和他在咖啡厅接吻。 何游彪的父亲何鸿章早就把翁静金当准儿媳对待,多次带翁静金出席公开活动,俩人迟迟不结婚。 最主要的原因貌似是他的大女儿非常崇拜父亲刘家良,不太能接受妈妈另嫁。 可事情又有了反转。 早在2010年,翁静金就被媒体拍到,与何游彪牵手逛街还是两次,当时这两人都还有自己的家庭呢。 2017年10月3日,何鸿章出殡,何游彪手捧一项为父送行。 翁静金以准儿媳的身份,出现在何鸿章葬礼上打理琐事。 2019年6月,翁静金和何游彪在圣约翰教堂举办婚礼,翁静金正式成为何东家族一员。 这一年,翁静金已经55岁,已如此高龄二婚嫁入赌王家族,谁不说翁静金是香港的一个传奇。 当时有很多媒体报道,香港有两个翁姓传奇女子,一个是翁美玲,另一个便是翁静金。 与何游彪结婚之后,翁静金公开表示,自己不沾染赌王家族一分一好。 同时,老公和亲戚朋友送她的名牌限量版包包,她也一并出售,将所得款项,悉数捐于赌王家族的慈善机构,从越南到香港,从进入演艺圈的小演员,到成为功夫大师的小娇妻, 再到畅销书作家,知名律师,保险行业龙头领军人物,以及赌王家族女主人之一。 翁静金把每一件事,每一重身份都做到了极致。 她的心智手腕绝非一般人能达到的,她亲手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。 翁静金的一生充满了话题,出轨命案,转行,哪一个说出来都很离奇。 人生不是非黑即白,她是一位很复杂的人物,复杂到一时间没办法找出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她。 不过我们从她身上可以看到很多的特点,都会给我们自己的人生带来感悟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,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,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